即使妹妹也是妻子的衣装染尊 在生产火身时 因不被火烧伤 导致死亡 即使兄长也是丈夫的衣装诺尊 追赶到黄泉 想把妻子带回 在返回的路途中 妻子叮嘱丈夫 不要回头看 但是丈夫忍不住 结果回头看到了变丑的妻子 果然颜值极正义 衣装诺尊彻底诀别了丑妻 在黄泉比两板 用一颗巨石阻挡住了妻子 重返人间的道路 在自己一人独自返回地面后 仪装诺尊认为 自己盗过黄泉是不吉利的 于是在柱子日向 进行了细腹的进化仪式 在洁净身体的过程中 造出了日本猎岛的诸神 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在观念与神话中 探讨日本是如何制造的 仪装诺尊先清洗左眼 产生了天照大神 天照大神是日本神话中的日神 被认为是日本王室的祖先 和大多数民族的神话不同 日本的太阳神是女神 当然在民间也又认为是男神的 仪藏诺尊复洗右眼 因以生神号约阅独尊 阅独尊也称作阅独命 是日本神话中的阅神 此神没有记录性别 皇太神宫仪式杖 是仪式神宫的皇宫礼仪 和祭祀书的总称 804年8月28日被提交给神社 上面记载阅独命 欲行马城南行 卓子欲依 经作大刀配之 这里记录的阅独尊是男神 天照大神令阅独 需拜访地上的封委员中国 国中的宝石神 转头面向陆地吐出米饭 又转头面向海洋吐出鱼虾等 准备停演时供大家分享 见此情状 阅独尊 大怒 斥则宝石神 真是肮脏无比 你竟然用嘴巴里吐出的东西招待我 于是拔剑斩杀了宝石神 天照大神很气愤 大骂阅独尊迷失恶神 我们以后不必再见面 所以代表日的天照大神 就和代表月的阅独尊分开了 日 月永远不再相见 宝石神死后 他的头上长出了蚕 眼睛里长出了道种 耳朵里长出了小米 鼻子里长出了红豆 生殖器里长出了小麦 职场里长出了黄豆 高黄产灵尊从他的身体里 取出这些种子 波洒在大地 另一个说法中 宝石神的头 还产生了牛和马 总之 宝石神死后 身体演变为人们所需的各种食物 一庄诺尊 又负洗鼻 因以生神 昊跃宿间明尊 宿间乌尊在古世纪 终即为须左之难命 宿间乌尊因思念母亲 一庄染尊时常哭泣 一庄诺尊一怒之下 将其放逐到根国 宿间乌尊在潜赴根国之前 去高天远 找天照大神告别 但他行走时 山川震动 天照大神大惊之下 以为他要侵占高天远 全赴武装准备迎战 宿间乌尊到达后 说明来意 天照大神一律未出 约定二人以生子为正 天照大神拿宿间乌尊的石卧剑 折成三段后 放入天真景喜酌 后放入口中咬碎 然后吐出雾气 随之生出宗相三女神 天心鸡 湍金鸡 和尸楚岛鸡 宿间乌尊天照大神的鸡满 和手腕所缠之八板穷之五百个玉筒 放入天真景喜酌 后放入口中咬碎 吹出雾气声五男神 天人随尔尊 天随日命 天金燕根命 火金燕根命 雄爷豫章日命 而后宿间乌尊将五男神 托付给天照大神 天照大神则将三女神 托付给宿间乌尊 带去根国 根国在古世纪 中纪为根间周国 底根国等 根之国的入口 与黄泉国同样位于黄泉比两板 日本学者西湘信刚认为 两国是同一个位置 却是两个迥异的界面 即同地双面 这是非常深刻的认识 说明母子二人在一起 却永远无法见面 而天照大神的正式记录 是女性 日本国王自称天照大神后裔 天照大神也被认为 就是历史记录中 真实存在的女王悲迷糊 所以他和宿间乌尊之间是姐弟 但是一些民间传说认为 天照大神是男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二人就是兄弟 这样在日本神话中 第一次出现了同性交合的记录 当然 二人不是男女直接交合 而是使用宿间乌尊的石卧剑 和天照大神的八板穷 生产了乌子三女 石卧剑 又名石拳剑 石数剑 石居剑 是一种十个拳头长的剑 剑在很多民族传说中 都是男性洋剧的代表 李安艾斯勒 是出生于奥地利的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 现代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他最知名的作品 是1987年出版的 《圣碑与历任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未来》 书中阐述 简象征暴力 恐怖 破坏等力量 是男性的代表 圣碑则代表吉语 连结和爱 是女性的代表 八板穷又称八尺穷钩语 是日本传说中三神器之一 八板穷的尾部有原行动 日本王室以王道及神道 敬你为日 与你为月 见你为星 三者俱备 天地皆明 由此可见 八板穷本身也是女性的代表 剑和乐也表示男女神交 陈寿 自称作巴西郡安汉县 县四川省南冲市 人 他生活在蜀汉至西近 大约是罗马帝国皇帝亚历山大 塞维鲁 到西罗马帝国四帝共旨至 时期 他编写了中国史书《三国志》 记载的是中国三国时代 该书也是二十四史中 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三国志》 《位置》《涡人传》 是世界上现存的 古代日本最早的记录 全文共一英九百八十八字 描写了日本在大和王权建立以前 吉弥生时代的情况 其国本义以男子为王 驻妻八十年 窝国乱 相攻伐历年 乃共立义女子为王 名曰悲迷乎 是鬼道 能豁众 年已长大 无夫婿 有男帝左治国 自为王以来 少有见者 以避千人自逝 唯有男子 一人给饮食 传辞出入 居处宫室楼冠 城山岩舍 常有人持兵守卫 这里记录窝国内乱 善于是鬼道 能获众的卑迷乎 被立为女王 由齐帝辅佐 这和天照大神 与宿坚乌尊的传说非常接近 二人的后代 形成了日本王室的血统 根据天文学的计算 大约在卑迷乎过世前后 公元247年3月24日 和248年9月5日 北九州地区出现两次日识 这样的说法和日本神话中 天照大神躲入天眼湖中 世界因而无光的记载相符合 另外 以统计学的方式 利用天皇的平均在位期间推算 卑迷湖女王时代 和天照大神的时代 也是重合的 伟元中国 是日本传说中 鉴于天与根坚国之境的世界 实际代表日本岛 日本书记 中作风委员 签五百秋瑞岁国 古世纪 作风委员中国 又称中之国 中金国 天照大神派遣和弟弟所生的长子 天人隧尔尊 前去统治委员中国 天人隧尔尊 在天遥望 发现委员中国正在大骚动中 报告天照大神 天照大神 同智慧之神的 思奸神商以后 又派遣二子天隧日命 前去镇压 天隧日命 奉赵前往委员国 群妹赴大己贵神 二人一起创造国家 教导人民禁忌和医药 过了三年 都没有回去报告天照大神 天人隧尔尊 此时娶了高黄产灵尊的女儿 考翻千千几名 二人生下天火明明和天金燕燕火 穷穷处尊 于是八世诸神商议后 报告高黄产灵尊 派遣天国主神之子天之宴 前往委员中国 又赠予天部儿公 及天语于世 天之宴去了之后 又娶了显国御之女下 赵姬为妻 这回更加懈怠 八年之后 都没有回去报告结果 高黄产灵尊 于是派吴明智前往 吴明智降到天之宴门前的 汤金度墓上 吟唱高黄产灵尊的照命 但天探已听到后 便建以天之宴射杀 天之宴取出天鹿而公 大上天羽于世射出 见使射穿吴明智的胸膛后 直达上天落在高黄产灵尊的座前 高黄产灵尊 见到见使燃血 便说 此乃无此给天之宴之使 并出使给众神说 倘若天之宴没有抗命 此剑就是射杀恶神后来到此地 如果天之宴有邪心 那么此剑就会射死他 碎头还天羽于世 睡梦中的天之宴 胸部众矢身亡 于是天赵大神派遣 剑玉雷神和鸟之石南传神前往 二神向大己贵神宣达天赵大神的旨意 让大己贵神让出委员中国 大己贵神心有不甘 命儿子八重时代主神代为回答 是代主神同意让出国度 剑玉雷神便在问大己贵神 你的儿子八重时代主神已经答应了 其他儿子还有意见吗 大己贵神回复说 我的儿子里大概只有剑玉明方神会有意见 此时剑玉明方神恰好前来 他抡起一块巨石说 儒者何人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那你给我比比力气吧 让我先来握一握你的手 于是剑玉明方神抓住剑玉雷神的手 结果剑玉明方神手立刻变成冰柱 忽悠变成剑 剑玉明方神大惊 倒退了术部 剑玉雷神说 那我也握一握你的手 便抓住剑玉明方神的手 就像细弱的芦苇一般 将剑玉明方神的手一把捏断 整个人被摔在地上 两神的鄙视 可能就是相扑的起源 剑玉明方神逃走 但剑玉雷神也紧追在后 在科野国的周瑜海 追到剑玉明方神 打算将之杀死 剑玉明方神求饶道 我投降了 请饶我一命 除了此地 我不会再到他处 亦不会违背父亲 以及兄长所说的话 谨遵天赵大玉神神子的命令 献出伟园中国 于是天赵大神任命天津燕燕火 穷穷储尊 为伟园中国的新统治者 天孙天津燕燕火 穷穷储尊 降临后 统治天下三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二年 死后葬在可爱山林 委员国代表日本 按照日本知名学者江尚波夫的解释 高天元代表亚洲 那么这段神话 很可能反映了更早时代 亚洲起码民族的一个部落 先后多次派遣部下进入日本 由于日本地理位置的独立性 进入日本的军民 先后自立为王 成为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 或者能使轨道的悲迷乎 根据祖先的记忆 将这段历史神话 结合到自己身上 为日本构筑了万世一夕的 王室神道的道统 天津燕燕火穷穷储尊 到达吴田国 井南撒摩世 常无丽霞之骑时 遇到大山之神之女木花开业基 二人一夜晴后极有任身 天津燕燕火穷穷储尊 不相信一夜身孕 就可以长大待产 致以他与人私通 木花开业基愤恨之下 自住一间没有门户的房间 顶入住待产 他发誓说 且所深 若非天孙之印 必当浇灭 如实天孙之印 火不能害 遂放火烧是 头一个产下火篮将命 为损人十足 损人是古代日本南九州地区的原住民 赐生燕火火出见尊 最后生下火明命 乃伟章人的十足 伟章位于金日本东海道 燕火火出见尊擅长在山中打猎 兄长火拦降命 擅长钓鱼 某日兄弟二人互相交换鱼竿和宫石 结果都没有收获 兄长后悔 向弟所讨钓钓 但是弟弟不慎丢失了钓钓 于是用自己的横刀锻造新钓 成了一劲还给兄长 兄长奋约 非我救钓 虽多不取 并更加责备其地 燕火火出见尊相当苦恼 行淫海盼 遇上沿途老翁 老翁乃造无木龙 让燕火火出见尊坐于龙中 沉之于海 燕火火出见尊在海底七龙 游行至海神之宫 见此宫致蝶整顿 台语玲珑 门前一井 井边有枝叶浮书的汤金杜树 燕火火出见尊在树下突以彷徨 半上有一美人推门而出 以御远来井里积水 见到燕火火出见尊后惊反 告知父母曰 由一息刻在门前树下 于是海神扑舍八重席 邀请燕火火出见尊入内 坐定后问其来意 燕火火出见尊便将事情原委告知 海神乃吉和大小只鱼虾 追问钓钩的去处 大家都说 不知道 为赤女 鲁鱼 有口疾而不来 于是 召来赤女叹其口 果然得到了丢失的钓钩 沿途老翁是是岩神 更是咒术 欲言之神 他帮助燕火火出见尊找回鱼钩后 又对鱼钩进行了诅咒 火兰降命拿回自己的鱼钩后 再也钓不到鱼 于是向燕火火出见尊称臣 子孙世世代代为弟弟山兴燕的后代看家护院 燕火火出见尊又名山兴燕 火兰降命又称为海兴燕 所以这段传说被称为山海异性 燕火火出见尊在海神之宫取回尸钩 又取海神之女风玉姬 燕火火出见尊在海神宫滞留了三年后回到陆地 此时妻子已经怀孕 风玉姬对丈夫说 妾即将临盆 将于风墙浪高之日出现 请替我盖一座产室等待妾 后风玉姬带着魅玉衣机上岸 分免前对燕火火出见尊说 妾生产时请无观看 结果燕火火出见尊忍不住偷窥 风玉姬生产实化为龙 惭愧地说 如果天尊不亏似而羞辱我 则是海路相通 永无隔绝 今既然已经羞辱妾 我们双方的感情如何连结呢 遂将其而燕波炼武 如此草气不合尊 以草果汁 汽至海边 自己离去 另有一说 风玉姬化为八巡大雄恶 匍匐威慑 返回海国时 将燕波炼武 如此草气不合尊 托付给包媚玉衣机抚养 日本神话学者松村 武雄认为 女人以本国人之资生产 禁止丈夫窥看 代表了女人 在共同祭祀夫婿之神奇 与异族之神奇的摘戒期间 受到夫婿的诅咒 反映了若违反禁止观看的诅咒 则会受到社会制裁的习俗 而风玉计划成八巡雄恶 则暗示海人族 崇拜鳄鱼这种图腾 燕火火初见 尊治天下 六十三万七千八百九十二年 崩于高千岁宫 葬于高屋山上陵 其子燕波炼武 如此草气不合尊 止天下八十三万六千零四十二年 崩于西州之宫 葬于吴平山上陵 燕波炼武 如此草气不合尊的后代神 日本盘于燕尊 于传说中公元前六百六十年正式登基 并将日本国王称号 命名为天皇 从此 日本王室号称万世一系 从首任的神武天皇以来 一脉相传 成为当今世界 唯一仍在使用皇帝 头衔的国家元首 日本王室 也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室 大约公元五世纪 汉字 随着一些百计僧侣 将中国佛教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 在此之后 日本才开始完善了书写系统 有了文字记录的典籍 在此之前 日本应该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 具有原生的神话体系 这些神话和传说 通过口口相传 直到公元公元681年 日本王室的摄人亲王等人 开始书写日本书记 元明天皇 于公元711年 宁泰安万缕 开始编撰古世纪 这些神话和传说 被人为修改后记录下来 因此 日本神话主要是为了造就万世一系的天皇 而书写 所以既没有创世也没有造人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部 只有造王的神话体系 同时神话中的记录 也反映了古人类 从亚洲大陆 进入日本的曲折过程 记录中除了那些神的名字 都是日本原生的 真实的 而具体的事迹 在造王的修正下 已经不亦辨别 所以日本神话 也可以被称为 日本王室的童话 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 在观念与神话中 揭开人类 隐藏在神话中的密码 请转发和分享 让更多的人了解 比黑更黑的神 比暗更暗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 杨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